大家好 今天是2月10日星期五 由於今早11點我要出去開會 所以這個中午的視頻 是遲了一點 大家才做個分析 先看看指數 受到美股昨晚反覆所影響 港股今天早市已經輕輕先行低開65點 去到21,559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拉升到21,579 但沒有法資再退盡 買盤不足 加上零碎沽壓甚至湧現 結果大市在沽壓主導下 一路一路輾轉反覆下降 直至下午初段指數已經一度低見 21,1992點 相對於昨日收市來說 這一分鐘是跌了432點 當然技術上不單止跌離了10天和20天市 而且很大機會進一步會下市 今月6日的低位 21,085點之前 2月份的市值到這一分鐘都是先高後低 暫時來說是由2日的高位 22,311點 到6日的低位 21,085點 亦都說了很多次 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 不應該同時出現在三個交易點之內 加上1,226點波幅 亦都不應該可以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只要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技術上和理論上 指數會進一步下市21,085點的支持 當然一般來說 如果2日出現今月的高位 低位很大程度上是月中或之後才出來 此其一 第二 要留意的就是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因為10天線已經跌穿了20天平均移動線 顯示整個反覆不明 逐步會員的勢頭是持續沒有變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留意 由於指數已經跌穿了 甚至少少跌了10天和20天線 目前在移動線方面 再向下望 比較近的移動線就是50天線 現在大概在2413點左右 望低少少就是250天線 大概在20152點 其實說到尾 今個月的高位是22,311 今個月的低位是21,085點 在這1226點的波幅裏面 就跌了10天、20天、50天和250天線 而恆治暫時來說 就是走在10、20天線之下 而走在50和250天之上 簡單說 市是在一個窄的幅度裏面 反覆等變 由於整個技術上的走勢 是越來越偏弱 所以市底的形態 真的相對比較明顯 很簡單說 剛才我才提到 如果先高後低形態不變的話 2號出現了今個月的高位 低位應該是月中之後才出來 那就是說 下個星期回來的市 甚至很大機會是會創今個月的慎敵 所以大家在部署方面 千萬不要急 不要用 拿著貨小的朋友 始終是那句 問題是有不步不大 但是重仓 你不做風險管理 辛苦的一定是自己 今天升幅有隻衍生工具 跟大家分享 今天講的是 308港交所的call 24145 行使價是400元2號 到期日是今年的5月 實際槓桿大概是9.8倍 廣交所股價如果是335元 這樣計算 24145的call應該是7300 如果廣交所股價能夠回到355元 如果廣交所股價能夠回到355元 24145的call應該有機會見到1號1,900 潛作的升幅大概是63% 相對來說 如果廣交所股價售壓 比如下回到328元 24145的call也會跌到5,100 潛作的跌幅大概是30.1% 相關資料當然是由升展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廣交所的call的call 24145的街貨和條款是怎樣 我想最好是卡在升展網站 你會看得很清楚 你會看得很好 直接來看得到 就是直接從北 middle 年輕易地馬上 大概個小的五千 我們要看得到 看到青頭 在前方 有機會 傾向